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国内呢 叫生物技术和这个叫什么现代工程 它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所谓科技 现代科技的大发展 概念上包括大数据了 概念上其实它大范围的集中在自我人的自我人的角度的 所谓长足的一种跨越 而这一份跨越它在建立在中共的一个生命理论 生命基础 无神论 否定神的存在 当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就像我说的 那是真正人的欲望的展现 他就什么都敢做 包括生物工程 那今天呢 看到消息说 国内叫克隆出 叫猕猴啊 叫猴啊 他克隆出一只猴子 克隆这个东西呢 几年前在国外呢 是比较突出的 在突出之后 后来在国外讨论当中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人的道德问题 他谈到人的道德和生命问题 因为人是有道德约束的 在正常的社会中都会延伸到人的信仰 人对神的认识 但是被人创造一个 那你今天 如果在十九大开会的时候 造出一百个江泽民来 习近平怎么看呢 造出一百个习近平来 老百姓怎么看呢 开玩笑 不开玩笑 咱电影里看都是这个 那造出一百个习近平来 他可那九十九个都没他的思想 人说能有 没关系啊 那你可以装里头啊 你是不是吧 啊 说你媳妇给你造出一百个媳妇来 他在外头也得找对象 他在外头也得找对象啊 技术的发展 直接摧毁着人资深 有人说不信 没关系 你还信不信 对吧 说你缺儿子 没关系 你媳妇都不用跟你生 虾米了吧 大家说不可能 没什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什么叫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 人们在这种生物工程 大数据和完全强调 自我发展的过程中 那这种克隆就像人换脑子一样 但中国做出来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的意思 无神论的摧毁性 摧毁着每一个家庭 在苹果日报登了一篇文章 是有关政协的一些人的故事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共淘汰过气的政协委员 毛新宇 宋祖英 出局 金融界入选 可能会动用巨资的统战 新出炉的政协委员的名单 焦点除了落在政治局常委 汪洋身上 因为于震生已经说 汪洋是政协主席的 非常适当的人选 而毛新宇 宋祖英 李小林 李鹏的女儿 都被踢出了政协委员名单 所以他认为中共向政协委员 大手清洗 将过气人物踢出局 腾出位置给实干人员 那可能是吧 他的名单的人数呢 是有限的 对吧 那比较代表性人物 毛新宇 真正的毛泽东家里的人 那但是呢 确实是个 确实是个笑话 宋祖英呢 是江泽民家里的人 那你 你这事报办这事 你说他不是 没关系啊 随便你啊 对吧 大家都认为他是 那 宋祖英 跟江泽民之间的关系 就像共产党成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样 那江泽民的原配 还在那儿呢 甭管人长什么样 还在那儿 宋祖英就永远是偏差 那李鹏之女李小林 所以这是一个三类家族啊 这个毛泽东家里面的人 江泽民的相好 再加上李鹏家 你看这是三种类型的人 这三种类型的人 毛泽东代表着 我们不用解释 但宋祖英就比较明确 是真正势力者 对吧 权费家族家族的势力者 那而且是他的主流 那李小林呢 代表着中共权贵 权贵家族的势力 但他是单本自己干的 所以这三个人出局 被点名 那让人们显得 而当初他们又是在政协会上 很招摇的人 所以这是显得非常有趣的 而刘少瑞认为 这一届换届的人 比以往都多 政治协商的名单 是各方协商而来 都代表着自己背后的原因 和势力 那部分是因为年龄原因 部分是因为过气了 那新任人大和政协 不少来自于金融界和科技界 影响调动十万亿人民币的人 都在这其中 所以里面他认为 可能统战的成分更高 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汪洋很可能 将协助习近平完成2015年 他建马英九的真正的意愿 中国人重新进入大统一的概念 而这种统一的概念 就是我刚才说的 习近平建马英九 他自己没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马英九却拿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自派 5,000年轻人的音乐和音乐中华民国总统的自派 在一夜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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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关中国自由的问题 美国之音 报告显示中国自由度列全球的130位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和加拿大的一家研究所 以及德国的自由学院 发布了新的2017年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报告 那这该报告第三次为人们描绘出世界范围内的个人 公民和这个经济自由的状况 他说整个相比之下呢 如果对比2008年 10年前推出的比例呢 他说出现的状况是这样 瑞士是最自由的 那香港被列为第二 那香港首次从排名降到第二 美国第17 那比去年24位上升了 而仍然低过08年排在第11位 其他值得关注的 英国第9 加拿大11 德国16 那俄罗斯126 中国130 委内瑞拉158 自由指数排名前位的是 瑞士香港 香港 新西兰 倒数五位的是 叙利亚委内瑞拉 利比亚 埃及的 那他包括的范围很广了 法治安全 迁移宗教等等 那这些都是一种学术指数了 他按照 如果他的包含量最全的话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他反映出 在哪个地区 人最受到尊重 人最受到尊重 自由指数有这含义 那在这里面 以目前香港的状况 就让人们感受到非常特别 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在于 香港在急剧的变化 那评价的本身呢 跟香港本身现在急剧的变化 是否吻合 这是个疑问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 美国反驳中共政权指责 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 因为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 推出的相应的所有内容 它的针对性 你 甭管中共愿意不愿意 它的针对性 直接冲着中共政权去 它的根本在于 我以为它的根本在于 人的生命的价值观上 中共国防部上个星期 抨击美国的这份战略报告 说冷战色彩极其浓厚 当中共有反应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当初的里根的做法 就是冷战色彩极其浓厚 冷战的说法 也来自那个过程 那里根执政八年 苏联崩溃 苏联崩溃 柏林墙倒塌 整个东欧的共产 共产主义阵营崩溃 所以冷战 用人的角度上说 叫意识形态的冲突 如果这只是人的 理论上的层面 如果你站在 真正生命理念上 就是正当的人 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冲突 对吧 灵魂与真正的 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因为共产党的无神论 只认这块肉 不认自己的灵魂 表面上的说法 实际呢 是扼杀自己人的灵魂 五角大炉发言人 怀特女士 25号的记者会上说 国防报告并非一份 类同冷战时期的报告 而是一份展现未来的战略 美国看到中共政权和俄罗斯 正在破坏国际准则 即使这些准则 曾经让他们兴旺发达 美国的战略 就是要保持 对这些国家的军事优势 并且通过足够的预算 来实现这个目标 很简单 对吧 冷战什么这个 那都是你的说辞 那他的说法也很简单 小样嘛 你们是不稳定因素 我今天就要这么干 你说我是冷战也好 热战也好 你爱怎么战怎么战 我不管 当我的东西拿出来 你即刻有反应的时候 就像针扎在你脑门上的时候 那说明他做对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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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